用现在的话说 这里就是平民窟 生存环境极其恶劣 你可知道 护国公还有后人 你打的什么主意我知道 但是我劝你赶快放弃 反正我这条命 早就该随着主子去了 我的目的之前就说清楚了 我需要有一批人帮我 并没有藏着掖着 你们现在什么情况 你们自己也清楚 这样的日子是你们想要的吗 试想一下 当年你们在战场上 是如何的意气风发 现在呢 难道你们就不想知道 你们主子为何遭死大难吗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提我家主子 行动缓慢冲击力不够 观察力也不够 你现在的样子 就像是一个迟暮的老人 我们都是没用的人 主子蒙受这等天大的冤屈 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现在还在给主子丢脸 我之前也说了 不需要你们终身为我效力 你们只需要为我效力五年 这五年里 我会把你们的小主子制衡 但是你们要确保 这五年中 一切都听从我指挥 现在我再给你们许下一个承诺 他说完这话的时候 所有人也都屏住呼吸 看着他 显然是想知道 他会再许什么承诺 这五年 我也会帮你们找出 陷害护国公的人 你此话当真 我送臣说话算话 我跟你做这个交易 不过 你记住了 如果你没有兑现你的承诺 我们一定会杀了你 从你说做交易的时候起 我就已经是你未来五年的主子了 之前你威胁我 我可以不当回事 但是现在不行 宋臣的身形 在这群人里面 显得很是娇小 但此时此刻 稚气未消的脸上 却是射人的气势 让他们感觉到了压迫 我还没见过威胁主子的人 如果你们是真的忠心耿耿的话 那更不行 请主子恕罪 下次不敢了 起来说话 你们所有人都记住了 你们跟着我的时间值得五年 但是你们不要想着 随随便便地过五年 只要这五年里你们的表现不好 这个时间 我是有权延期的 主子放心 宋臣点点头 从身上拿出一个小瓶子 递给被踹的那个人 其他的人健壮 顿时又慌了 宋臣看他们的眼神就明白 他们在想什么 放心 不是毒药 是补药 说完 他自顾自地倒了一颗 在自己的手上 这是人身丸 你们的身体这几年 偷知得很厉害 必须要先把身体补好 没人一颗 一瓶吃完应该差不多了